六個人交寶走出 递捷15個個躲避鏡頭 其中被檢方列為 總操盤手的郭再卿 走在最前面戴起帽子 大喊起來 你脫了 我要走了 不要脫了 含著無辜的郭再卿 他300萬元交寶金額最高 而後前國民黨副議長 李文俊一百萬元 後面的黃麗昭也是一百萬 而楊智強兩百萬元 林世傑同樣兩百萬元 而李文俊的密友 黃怡萍五十萬元交寶 全部六個人通通限制住居 六名被告雖均否認犯刑 因無勾串被告及證人之餘 因無逃亡之餘 任無羈押之必要 交寶同時不只所有親友 帶著一整疊鈔票來 宣論議長同為被告的 邱莉莉也到現場 和友人聊天聊到一半 突然啜泣了起來 而被起訴當下 她現身議會是這麼說 我們因為要慎選 我們必須要尋求 他人的支持跟合作 這起議長會選案 就是從邱莉莉開始 為了贏郭姓良一掌寶座 他和郭再卿合作 對話提到 他把傢伙都賣掉了 也就是財產 要跟綽化歐名的郭姓良拼了 這次沒有贏 算我漏氣 看得出來 邱莉莉就是決心要贏郭姓良 而郭再卿還提及 上一次選舉花了三千萬 這次可能要花上上億 而齊叔叔也屢次提到 一票一千萬 像是郭再卿跟對方 首筆一等等 至少提及七次一千萬 這個金額 甚至出現了總金額1.5億 那我們來提出 倒選無效 而國民黨台南市議員 蔡宗豪林念祝 一早就到地檢署地狀 提出議長副議長 當選無效 台南議長會選案 羁押的六個人 通通被交保 但地檢署也大動作 起訴十個人 但是藍綠角力不斷 依舊余波蕩漾 起訴後 台南議會如何發展 社會持續關注 在這新聞網上